几个部分 一个是第一阶段是建立范围名称 那建立几个范围呢 分别就是C1总发行股数 G1是分配盈余 然后A4到A58是股东西 不过这个 栏位的部分的话 干脆全部重做好了 所以第一个啦 你们等一下这一题的话 第一个先切到那个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请你先把这些全部删掉好了 我们重新再建立好了 那建立一个建立哪些呢 一 这个是C1总发行股数 那如果说 A你要比较快的建立这个名称的话 如果前面刚好就是他的名称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一般我们是在前面打这个名称 另外一个方法定义名称 那定义名称的好处是说 如果你前面已经有一个名称的话 他会自动帮你把它带到这边来 你直接按确定 那C1就会变成是总发行股数 按确定 你名称管理看一下 有没有 C1它就对应 这个对应到 这个名称 有没有 OK 那这边分配盈余也是一样 定义一下 他会自动把分配盈余 有没有 名称自动帮你带过来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是这边有 总共有八栏 那把这八栏全部选取起来 所以先选那个 记得 有没有八栏 如果你要定义八个名称的话 那这边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先选A3 游标再卷动到最下面 爱去的键 有没有 这个范围把它选起来 刚好用过嘛 从选取范围建立 顶端立案确定 那这样他就会把 股东姓名是下面这一个 原有股数是下面这一个 有没有 所以我们又定义了一个 两个再加八个 十个 那配股数量表呢 这个范围把它选起来 那这个叫配股数量表 所以把底下这个名称 点两下 Ctrl C 选取A2 记得栏文名称不要选到 然后呢 把这个名称怎么样 改成 叫做配股数量表 所以等一下如果按F3 这个有个配股数量表 那税率表的话呢 Ctrl C 再点这边一下 把B2 一直到1的这个3 把它名称叫 税率表 OK Enter一下 所以我们刚刚有用了三种 那个定义名称的方式 那更有优缺点 反正你就拿一种方式 那你就慢慢熟练 怎么样定义名称 定义好之后的话 基本上会有12个名称 总共会有 像那个分配盈余啦 总发金股数 再8个 再加这两个 总共会有12个名称 那这12个名称要做什么呢 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在做计算 OK 那第一个 像分配股数 分配股数的逻辑是这样子 他的业绩 这个有1450万 1450万呢 切到配股数量表 看一下 1000到2000之间 他应该分配到35000股 所以这边应该要有35000股 他以前如果你不知道有更好的方法 就Ctrl C 对不对 然后这边要切过来 Ctrl V 那下一个呢 890万 切过来 890万 然后25000 对不对 那你再过来25000 当然我们不是要你这样做了 可是要什么方式呢 特别是要 这个有点像什么 查表 对不对 123 所以你这边可以 插入一个 那个V轮函数 那找到V轮函数 那第一个呢 要查什么 查业绩 去哪边查呢 F3 去配股数量表里面查查看 那不过特别是要查第几栏 你如果不知道 切到配股数量表 这个点一下 你会发现哦 点过来哦 他会自动帮你切到这边来 那你可以看一下 刚刚查过 讲过 V轮函数呢 一定是查第一栏 不过你会发现 万 万 他以万有为单位 可是业绩的话呢 他不是以万有为单位 所以怎么办呢 把它怎么样 除以多少 除以一万 再来配股数量表 那查的话 一定是查第一栏 可是你会想说 第一栏 1450万 那有没有啊 这里好像没有一模一样 对不对 所以查完之后 带第几栏回来 1 一定是查这边 2 3 特别重要 是查第三栏回来 那比对方式呢 特别重要 你不能输入0 0的话一定查不到 记得输入1 输入1的话是找接近的 OK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地方一定要输入1 如果你输入0的话 他会帮你把最接近的 三万五千股 直接带过来 所以向下填满 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OK 第一个 现金股力的话呢 那如果不知道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 题目里面就有提到 现金股力 原来有的股数 加上分配的股数 总和除以 总发行股数 再乘以分配 你看完就头都晕了 不过 特别重要 如果你是第一名称的话 很简单 有没有 除以总发行股数 乘以分配盈余 那你要怎么做呢 很简单 1 先切 就是大概稍微知道一下 第二个话呢 就是切到这边 先等号 原有股数 F3 这边有没有原有股数 有的 加上F3 分配到的股数 先把它先加完 所以先加就是 怎么样 先刮股 除以什么呢 总发行股数 所以在除 F3 总发行股数在这里 再乘以什么呢 F3 分配盈余 好了 打勾 公式做完 OK 如果以前 如果你不是定义名称的话 我相信你应该会头很痛 为什么 因为 那个范围 它没有意义啊 没有意义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这么方便 对不对 如果以后你把名称定义好的话 只要看到公式 就把公式填一填填一填 打勾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就完成了 再来算税率 那税率的话呢 根据什么 题目里面也有讲 税率的话是原来有的股数 加上分配股数 去搜寻税率表 特别注意哦 这边要用HLUKAR 为什么用HLUKAR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的对照表里面 税率表里面 假设你的栏位名称 在上面 就用V路函数 如果在左边 那就水平的嘛 水平的话 记得用HLUKAR 因为它的排列方向不同 OK 观念都一样 差别只是转向而已 OK 那怎么做 原有股数 加分配到的股数 所以我先把这个公式 先复制一下 因为这样 等一下直接放到税率表 会比较简单 那插入函数的话呢 用HLUKAR 查什么 查这两 原有股数 加分配到的股数 然后呢 因为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要除以万 这个也是一样 会有以万元为单位 好 它分配到的股数是 128.5万 那去哪边查呢 F3 去税率表 这边有个税率表 所以刚刚我们有建一个税率表 去税率表里面查 点过来 特别注意哦 V路案数是 比对一定是比第一栏 那HLUKAR一定是比第一列 方向改一下而已 所以哦 我们要比的是比这个 它是128 过来过来过来 有没有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 应该把12%带过来 所以我要的底列呢 Raw Index 1 2 3 一样 第三 比对方式的话 记得哦 不能用零 零的话一定找不到 一定要找接近的 输入1就可以了 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呢 税率全部算完了 OK 那再来扣税或现金鼓励 其实也一样 就是 它这边也提到 反正就照着做 现金鼓励 乘以 一减掉税率 那你就怎么样 现金 反正闭着眼睛 做也可以的 现金鼓励 所以找一个现金鼓励 有没有 乘上 刮弧 一减掉 F3 税率 有没有税率 税率在这里 刮弧 反正就照着做就好了 因为它已经都定义好了 所以你只要按F3 打勾就算完了 那排名怎么算 就插入函数 不过这边提示用rank 然后在那个 Excel2010以后叫rankEQ 所以你这边的话统计里面 找到rankEQ rank.EQ 这一个 然后Ramber的话是它 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Reference是F3 在扣税后的现金鼓励 这一个栏里面 所以整栏里面的资料 去帮我比一下 然后比完之后呢 帮我排名 第35名 下下填满 就OK了 另外用名称有另外好处 就是你不用去管什么 要不要按F4 那个F4 就是F4的锁定的问题 因为名称那个范围已经是固定的 所以不用去理会 OK 那这样的话呢 很快就可以把那个所有需要做的事情 通通做完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应该懂我在做什么 只是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熟练 所以第一个呢 先把12个名称先定义好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先切到那个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员 请你把里面原来有的那些名称全部先删掉 重新再做 总共会有12个 12个的话包含就是总发行股数 分配盈余 8个栏位 还有配股数量表跟税率表 OK 那定义的时候 配股数量表跟税率表 记得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好